我是赤裸地被人推下去楼梯 啊 战轴床 那时候的造型只有一条白色的三角 在三岁的一条环界的扎寒 也有很多车房 对面是发型铺 有一些缩缩缩缩 去到第三四次的时候 我已经豁出去觉得没东西你看了 跟我自己本身想像和看完剧本的感觉很不一样 老实说是剪奏了很多气氛 现在是留下更多留白的空间给观众 每个角色的性格和角色都很鲜明 但每个角色的交代他们本身的背景 其实很多都没有了 但这种状态反而是可以给观众 有更加多的空间去想像 我们收剧本的时候 我记得有写到一句 《相如以门,不如相亡于光》 除了那条主线 二千元还是道歉 还是两样都要 究竟是怎样逼得他们走到这一步 而背后的说话其实就是 《相如以门,不如相亡于光》 不只是说老叔者门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是哪里 都知道是哪里 但我们可能因为共同参与了一件事 我们就跟随了一条花费 我挺喜欢看一些旧的港产片 有时候不是因为它的剧情好看 是因为我可以看到旧香港 它必须被记录下来 它做了一个这样的功用 而另一方面我觉得电影是 必须要记录一个议题 一声的议题 我觉得《粗水飘留》在这部电影里 刚好就是我喜欢的这种口味 所以代表它沉重 我反而觉得它有一种安静的认识 它很诚实地表达了出来 每一天都有机会这些事情发生着 我们必须要看不住它 你一定要关注它 我不可以另一面不看 你另一面不看的话 不是说更加不好 不是说沉重就不可以 我们就不说了 是的 我觉得是沉重的 但是是这样的 所以你要谈 其实现在我们很多 我们眼见的东西 觉得很美的 很值得留下的一些传统的东西 或者一些文物 一些建筑 可能都要消失 是一些无奈 这个环境各方面 但是这些咬我们眼的东西 可能改变不了 正正例如这套电影 它就是一个艺术的媒介 它将这一班人的状态 去记录下 所以我觉得这些 可能有些不难保存的东西 它就是可以透过艺术 透过文化 可以被另一种方式 去封存起来 好像电影那样 就可以封存起来 然后我们可以放在我们的 记录中 正正就像我这个局势 它都是见到这些状况 它都是见到现实的无奈 它都是有这种无力感的 但是 帮得多少就多少 我自己都是一个这样的人 我觉得我做得多少就多少 就算是一份勉力 一份小小的力量 我做得多少 我踏得前多少就尽量去做 只能够是这样 但是我相信 这些一小步一小步 每个人的一小步一小步 我相信 都是另一种的力量 珍宇刚令到我很深刻的就是 因为它是一个很 在现场很在那个角色的状态 他很投赢 然后所以我们不是很敢打阳 而且他很专注 甚至我觉得它是一种各种 有一种距离感的 很疏离的感觉 他好像有气场 對 生日密禁 所以在表演真的不太敢跟她交流 由Action 到Cut 那一刻 就是我們的交流 最開心的地方是 她很願意去拋新的 implifies 給你 你只要摺就可以了 甚至乎有時候 如果我們夠膽拋新的東西 她都會摺 GP GP GP